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我躺在床上仔细听了一会儿 那让人心烦意乱的声音是从楼上出来的 我住的这栋楼半心不咎 一共八层 没有电梯 每层两户 门牌单数是一室一厅 双数是两室一厅 小青和室友住在七楼 我住六楼 正对我家楼上那户是空着的 没人住 隔壁住着小青和他两个室友 所以我听到的声音 只能是从小青他们家传下来的 我拿起身边的手机看看时间 都快凌晨两点了 这种时候不睡觉 还在折腾什么呢 这声音又特别奇怪 我实在听不出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那个讨厌的声音 断断续续 响了一阵 就停止了 我躺在床上 似睡飞睡 脑子里乱七八糟 浑浑顿顿的 却猛然想起 玩电脑游戏的时候 似乎听到两声惨叫 这个念头来得太突然了 让我机灵一下就清醒过来 先是传出惨叫色的声音 然后又大半夜地传出 嘎吱嘎吱的古怪声响 如果是你许婉 你会怎么想呢 我又想起了头几天 在许婉家门口看到的 那个红色的奇怪符号 把这些理解的事情联系起来 我感觉 这里好像隐藏着 什么不好的事情 我有点担心小晴 犹豫了一会儿 用手机给她打了个电话 电话是打通了 可是没有切 我一连打了三遍 都想到自然停 我隐约感觉情况不妙 爬起来穿上衣服 出了门 来到楼上 我想按门铃 发现房道门没关眼 流了一条缝 大半夜地 三个女人住的房子 居然不锁外门 这更让我怀疑 但我还是先按门铃 等了一会儿 没人来开门 我就自己打开房道门 走进客厅里面 整个公寓 都是漆黑一片 没有一丁点的光亮 也听不到什么声音 我逃出手机 又拨打小晴的电话 黑暗中 突然响起手机铃声 把我吓了一跳 这铃声就这样 一直响着 没有人开灯 没有人接电话 就算睡得再死的人 也不可能吵不醒啊 何况三个女人 竟然都没有反应 我感觉 可能要出事了 用手机屏幕光照着墙 想找电灯开关 脚下忽然 被什么东西办了一下 我没留神 就摔了一脚 手机掉在地上 手机屏幕正好朝上 微弱的光芒 让漆黑的房间里 有了一丁点的淡淡的光亮 在微光中 我猛然发现 我周围坐着三个人 距离我近在咫尺 因为没有一点的声息 我之前根本就没有察觉到 他们都光着身子 没有穿衣服 从凹多的体态 能看出是女人的身子 我马上就想到了 小青和她两个室友 然而 当我看见他们的脸 几乎没被吓死 你没法想象到 我当时被吓成什么样了 其实我现在用录音笔 讲述当时看到的景象 我的手都有点哆嗦 全身冷得像浸在水里 不 那是冰水 当时 我根本就没看见三个女人的头 在她们本该长出头的地方 开出三组硕大的花球 我发誓 我每一个字都没有撒谎 我看到的就是 三个脖子上长着花的女人 坐在我的周围 我当时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反应过来第一件事就是跑 我都不知道 我当时是怎么跑出门的 脑子里一片空白 跌跌撞撞跑回家 关上门 坐在地上 大口喘气 心脏狂调不止 我真的吓坏了 这种事不是看恐怖电影 不是听人家讲一个鬼故事 是真真正正的 发生在你的眼前 那种绝望无助的感受 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 根本就无法想象 我坐在地上 缓了半天才逐渐缓过来 脑子里也开始 能思考一些东西了 我开始回忆这件 离奇的事情的前因后果 头几天 我在小青他们家门口的墙上 看到那个写着 3S加小R的符号 今天晚上 我先是听到两声惨叫 睡觉的时候 又听到嘎吱嘎吱的奇怪声响 然后我爬上楼 发现门开着就进了屋 在没点灯的房间里 发现三个围坐在一起 长着人头花的女人 我吓得跑了回来 这就是整个经过 我冷静下来仔细想 我看到的那三个 长着人头花的女人 该不会就是小青 和他两个室友吧 假如真是他们 怎么会突然之间 脑袋变成了花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我爬起来 跑到房间里打开电脑 在网上搜了一圈 尤其关注民间传输 和灵异新闻 可是根本就没有关于 这方面的直言片语 好好想想 确实不太对劲 即便真是中了什么邪 也不能说 好端端的一颗人头 突然就变成了一束花 难道是我撞到了 不干净东西吗 看差眼了 想想也不对 我给小青打过 不止一遍电话 始终都没有人接 尤其是在小青的 出租房里 铃声响了那么半天 房间里一点动静都没有 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 这不可能有假 我犹豫再三 终于下定决心 再上去看看 虽然我也不愿意 但是想到自己过去的同学 也遇到了危险 我不能袖手旁观 我找了一个手电筒 为了以防万一 又揣了一把弹簧刀 我强压着心里的恐惧 又回到楼上 那个公寓的防导门大开着 肯定是我刚才逃跑的时候 把门撞开了 这样来回一折腾 天已经有点放亮 我胆子也大了一些 一手拿着手电筒 一手攥着弹簧刀 试探着跨进门 在手电光的照射之下 坐在地上的 那三个恐怖女人 又出现在眼中 我这次有心理准备 没像之前那么害怕 用手电光仔细照他们 尤其是他们脖子上的花球 我仔细辨认才看清楚 这花球不是长在他们脖子上 而是他们的头被砍掉了 用一组盛开的大花球 替代他们的头插在脖子上 那组花球特别红 特别大 花瓣繁多 形状怪异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花 它插在脖子上 不仔细看 根本就是一个花的脑袋 发现这个真相 并没有让我好受 旧的恐惧刚刚离开 新的恐惧又占据了我 这三个女人 不是中了邪 而是被人杀死的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期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